千万不要碰这个女人 不然给你八倍镜你也压不住枪 因为她是一只魅魔 跟其他魅魔不同 别人需要主动释放魅惑技能 而她则是被动释放 只要是碰到她甚至是多看她一眼 你就会不自觉地想表演手艺 在这个世界生活着一群拥有特殊性质的人 他们被称之为亚人 除了漂亮的魅魔大姐姐 还有雪女 吸血鬼无头骑士等奇幻的存在 由于国家的保护政策 亚人已经不会受到歧视 魅魔姐姐名为佐藤诗 刚入职的数学老师 开学典礼上她正在布置舞台 男主走来跟她打招呼 因为高强试得亚人恐 可佐藤却害怕得不行 由于自己魅魔的身份 她总是会跟别人保持距离 避免造成尴尬的场面 像握手这种身体接触 更加千万小心 在她有点怀疑人生的时候 一个金发少女跑了过来 她叫做小鸟 此次是告诉高桥 有人身体不舒服 需要高桥过去帮忙 高桥二话不说就赶过去 结果一个无头骑士 就出现在她的眼前 高桥顿时就猛了 脑袋已经被小鸟游带去保健室 但身体太重 需要高桥来帮忙 而且别看小鸟游 这么活泼的样子 其实她还是一个吸血鬼 爱吃大蒜的吸血鬼 旁边还有一个巡女路过 等高桥把无头骑士的身体 送到保健室之后 高桥有点怀疑人生的坐在角落 小鸟游看到之后 她以为高桥不喜欢亚人 高桥连忙解释 她最喜欢亚人 只是以前死活都碰不到一个 但如今随便就遇到三四个 这让她有点怀疑 人生这样的无头骑士 你见过吗 洗澡的时候 要把头放在旁边 吃饭的时候 需要把头固定好 上厕所的时候 只需要让身体去叙叙就行 对此我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过于邪恶就不说了 在男主遇到几个亚人少女之后 男主就和这个小吸血鬼成为朋友 没事的时候 就来到男主的办公室吹空调 因为他是吸血鬼 所以比较讨厌炎热的地方 刚好男主这里比较阴凉 作为条件 小鸟会回答一些有关于他的问题 拿过男主手中的书籍 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 大蒜他挺喜欢的 十字架对他没用 但心脏被打入木桩的话 小鸟表示保证会死翘翘 男主很无语 他被刺穿心脏也会死翘翘啊 所以小鸟的回答没有什么用处 反而确定这是一只虚假的吸血鬼 鸭鲁鸡根本抬不起来 而且只会贫血和讨厌阳光 每个月还有血包领取 基本上和人类差不多 吸血的欲望并不强烈 但他钟爱学校的学女 对方是一个女孩子 身体冰冰凉凉的 要是咬上一口绝对很美味 男主默默听着总感觉有点瑟瑟 等到铃声响起 男主让小鸟赶紧回去上课 只见他站起身 随后看着男主的脖子 用两只笔插了一下 这可把男主吓了一跳 等到学校放学 小鸟就和金子聊了起来 接着就和他来到男主的办公室 递了一张纸条给他 在得到男主同意之后 次日金子就来到男主的办公室 和他聊起金子的生活日常 比如头上的火焰能不能触摸 金子回答可以 男主就伸手过去摸一摸 发现没有温度 但金子就感觉很难受 感觉神经被压住了一半 最厉害的是 他的身体和头部可以分隔很远 就算相隔一座城市 也能够照常活动 但要是身体遇到几个变态 那就很危险了 虽然生活比较麻烦 但金子还能接受 主要是人际关系 让他有点烦恼 因为身体比较特殊 很多人聊天 都刻意回避这个话题 关系都有点疏远 男主的建议是 让他主动开玩笑 那样别人会知道 那些玩笑不能开 也就不会那么拘束 这是金子想要让男主抱一下 刚说完火焰就直冲云霄 男主没有拒绝 直接抱了过来 刚好小鸟路过 见到这一幕 这个吸血鬼少女 有点变态 只见她举起双手 瞄准闺蜜的欧牌 二话不说就插下去 这种刺激的体验 差点没让闺蜜哭出声 作为一个损友 小鸟非常的合格 而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 那是因为金子和男主出去逛街 身体就留在她的家里 刚才在学校的时候 小鸟和金子聊了起来 提到恋爱的事情 一提到这个金子 就有点害羞 但小鸟却来了兴致 表示她可是一个恋爱大师 没有谈过恋爱的那一种 而且按照金子这样的身体 做修修式的时候 可以解锁更高难度的动作 听到这话金子表示好厉害 没想到年纪轻轻 就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但事实上 小鸟自己也不知道 具体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接着金子就提到自己心仪的对象 在上一次被男主抱过之后 金子就感觉挺不错的 小鸟闻言 立马掏出手机 把男主给约出来 准备让金子和男主去约会 次日就来到小鸟家门口 金子穿了一身轻便的衣服 但小鸟直接表示身体留下来 头你可以拿走 就这样子 男主带着一个少女的头颅 在大街上开始逛街 路人竟然也不觉得奇怪 与金子的开心相比 小鸟就有点无聊了 在家里看着金子的身体 发现他一直在扭动手臂 突然金子写了一段话 感谢小鸟的帮助 他现在很开心 这让小鸟有点不爽 于是趴在桌子上 瞄准金子的欧派 随后便是开头那一幕 金子发出大叫 有变态在玩弄他的身体 于是操控身体 开始反抗 小鸟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等到金子平复心情之后 被男主拖在手上 结果因为太抖动的原因 导致他有点运车 男主就带着他去旁边休息 顺便喝一些饮料 可下一秒金子感觉有点内疾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既然能够隔空传物 小鸟把身体带到厕所 让他解决 妹妹刚好回来被吓了一跳 傍晚时分 金子与他们分开回家 次日男主遇到校长 就提了一个建议 因为金子一只手提着手提包 一只手提着脑袋 这样有些不方便 所以让校长同意 金子可以背双肩包来上学 这一幕刚好被妹妹老师看到 男主面部改色 完全没有被迷住 左腾有点怕怕地看着他 但男主只是把地上的东西 交给左腾 随后淡定离开 这下子左腾有点疑惑 看了看自己的手 明明是碰到了 为啥对方那么淡定就这样子 左腾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 脸也红了起来 对于这样无语的人 内摩老师有些兴奋 然而在拐角处 男主靠在墙上腿有点软 要不是他的压枪技术 已经练到满级 没准真的会被左腾给诱惑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男主 只因他把压枪技巧练到满级 任何魅惑都可以无视 就算是吸血鬼少女 亲他的脸蛋 也能够保持淡定 一脸无所谓 甚至有点想笑 吸血鬼少女都有点猛逼 这和他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在男主摸了 魅摩老师的手掌之后 差一点就破功 但没事他坚持下来了 回到办公室 就开始记录魅魔的信息 恰好外面很热 小鸟就来到男主这里 吹空调 然后钻到男主的前面 看看他都在写什么 发现电脑上 也有记录吸血鬼恋爱的话题 这让小鸟有点害羞 对于恋爱这种事情 他实在有点应付不了 加上传说中的吸血鬼 在吸血的时候 都会忍不住做色色的事情 小鸟文言脸越发得红润 但他不服输 继续和男主聊了起来 比较有深度的事情暂且不说 小鸟最多能够做到 青青那种地步 毕竟官方每个月 都会吸血鬼安排血包 所以小鸟也没有吸过别人的血 这是小鸟让男主靠近 随后抓住机会 在男主的脸上撅了一口 本以为男主会害羞 却不料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 甚至露出微笑 小鸟很尴尬 下一秒 男主就把刚刚的事情记录下来 小鸟冲过去摇动男主的椅子 让他不要记录画面 来到魅魔老师这一边 他和金子来到图书馆随后聊到男主 金子喜欢男主 听到他的话 佐藤有点无语 因为他也喜欢男主 但为了不让金子发现 佐藤装作很意外的样子 接着就听到金子的话 因为佐藤看起来很成熟 长得也好看 所以金子以为佐藤是一个恋爱高手 但实际上佐藤也是一个小白 尽管他是魅魔 可却纯洁的一批 两人都喜欢男主的善解人意 同时喜欢他那一副让人感到安全感 十足的身体 瞧瞧着手臂上的肌肉 直接让两个妹子沦陷 而且佐藤因为金子的头发和男主很像 从而感到羡慕 这位摩老师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有点憨憨的感觉 甚至因为自己的发型不能改变 导致他有了小脾气 虽然有两个人喜欢男主 但男主却不知情 反而在盯着雪女 看看能不能和他聊上几句话 或简单地交流 得知有人说雪女的坏话 而且还被听到 对于这样的事情 雪女无法接受 心里越想越难受 导致他身上的寒气无法退去 这一幕也被小鸟看在眼里 而男主也开始认真思考 如何解决雪女的烦恼 这时内蒙老师刚好来到附近 随后主动开口道歉 对于之前的冷淡感到抱歉 在发现男主是真心地喜欢亚人之后 佐藤就放下了戒心 接着还主动地跑到男主的面前 表示会协助男主 一起处理雪女的事情 男主看着他过来身子往后仰 前方的球球太大 男主都差一点压不住枪 直接把饮料和捏了 但看到佐藤这么认真 男主也就同意了 然后让内蒙老师一起帮忙 这让佐藤很开心 但相较于男主的处理方式 小鸟就很简单了 直接把雪女带到厕所门口 让雪女在外面听着 且看她的表演 小鸟准备进去和里面的两个女同学互喷 小鸟一一敌二 愣是把对方说呆住 因为真诚的语言 让两人感到羞愧 等到小鸟说完离开后 雪女也走了进来低头道歉 把自己不和别人接触的原因说出来 因为体质的问题导致她现在很迷茫 不想伤害别人 女同学也向雪女道歉 他们不应该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就这样许你的烦恼暂时解决 男主来到小鸟的身后 摸了摸她的脑袋 佩服她的作为 回到家里 小鸟就去妹妹身边寻求安慰 次日男主把四个人聚集过来 让小鸟和金子以及寻 有烦恼的话直接和她说 要是不行就找左腾 一旁的左腾表示 她也有烦恼要和男主商量来着 但发现其余三人的目光都看向她 左腾立即表示没有问题 说完后男主刚想解散 突然小鸟开口想要男主抱抱她 男主猛逼了 下一秒小鸟就跑过去抱住男主 而妹母老是借走摘掉眼镜也想抱抱 这天男主把学女叫到办公室 开始了解她的情况 从学女的口中得知 刚来到城市的时候 因为太过于害怕导致她很焦虑 担心无法习惯城市的生活 所以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结了几块冰 男主文言也有点严肃 询问学女洗澡时的温度是多少 学女回答是40度左右 脸蛋有点微红 总感觉男主是一个变态 可男主却很认真从中了解到学女一般不会流汗 体温也很低和她待在一起就不用考虑空调费的事情 大概就这样子 男主去调查一些资料之后 就拿来一盆热水 让学女把脚放进去 然后把本子拿给学女 让她看看记录中的学女传说 各个都是悲剧 等 学女说了几个有关于学女的故事之后 体温开始下降 男主让学女停下来 发现了冰块的真相 只要学女的精神压力过大 那么她的腿就会冒冷汗 她之前所担忧寒气失控的问题 也迎刃而解 学女解决烦恼之后忍不住流下眼泪 她当初可是被吓了一跳 担心把别人冻成冰块 所以才没和别人交朋友 如今解决了 学女也能大大方方去找飞燕丸了 男主把冰块收集起来 学女盯着她不放 询问男主打算用来干什么 男主想也不想就开口说 她要把冰块拿去大学分析分析 看看有哪些成分 学女确定了男主有点变态 连忙把冰块拿回来 女孩子的体验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这让男主有点扫兴 离开办公室后 学女就和飞燕与无头骑士走在一起 吃东西的时候 飞燕老是看着学女的脖子 被学女发现后 还以为是飞燕想要冰淇淋 于是就拿给她 但飞燕只是牙痒 想要啃一啃学女的肩膀 听到这样的要求 学女这一次倒没有拒绝 直接让飞燕磨牙 在家里要是感到牙痒 飞燕就会找妹妹啃一啃 这样的吸血骨简直没谁了 这么离谱的吸血鬼你见过吗 上厕所上到一半会睡着 买了一个小冰箱 就会把脚放进去降温 就连睡觉的时候 也会把脑袋放到冰箱里面冷静一下 尽管看起来好像一个小智常 但他却有三个非常宠爱他的家人 男主今天来到小鸟的家里做家访 与小鸟的父亲聊了起来 因为他的牵头 让学校的亚人少女都变成朋友 于是家长也在联系 小鸟的父亲原本有工作 但为了照顾女儿把工作辞掉 一边做家务 一边照顾女儿的感受 甚至把头发也染了颜色 这时妹妹回来了 男主看着她 感觉姐妹两人的性格差别好大 恰好小鸟也回来了 见男主来做家访 立马掏出手机准备拍照留恋 可突然间妹妹大声质问姐姐 为啥子要把血包放在这里 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冰箱了吗 妹妹走向姐姐说着她的小毛病 就连男主也觉得 小鸟这样是不行的 妹妹顿时找到了诉说的对象 因为姐姐太不靠谱了 不仅有点懒 就连行为也有点沙雕 明明家人给她买个冰箱 是为了让她存放血包 可是 小鸟直接把臭脚放在冰箱里面降温 就连脑袋也放进去最后还感冒 小鸟也有点尴尬 随后以中二的说话方式 准备把妹妹血迹 不料妹妹抓住她的头发 就揉搓起来 两人去到一旁继续吵闹 男主在旁边看着 感觉姐妹两人的感情真好 家长把男主留下来吃饭 问旁边的女儿要吃什么 小鸟大声说韭菜炒干 妹妹也要吃这个菜 于是小鸟露出胜利的表情 这让妹妹有点不好意思 等两人的父亲开始做菜时 他们的母亲也下班回家 与男主聊了起来 妹妹发现冰淇淋又被姐姐给吃了 这让她很不开心 又和姐姐吵了起来 一边吵一边走到二楼 结果发现上面也没有 小鸟打算出去买 还要把妹妹一起带上 妹妹当然选择拒绝 于是父亲就想要陪她出去 可最后还是母亲和姐姐外出购买 这让妹妹很无奈 家里人全都宠着姐姐 但事实上妹妹也很宠姐姐 为了不让姐姐的发色过于突出 她也弄了一个时髦的颜色 他们的父亲也是染发 男主微微一笑 一家子感情真好 次日妹妹刚要出门 结果小鸟跑下来 请求妹妹帮她弄一下头发 学校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 小鸟找到男主 让她去查看一下 而左腾遇到了一个金毛 对于她的来历有点好奇 刚开始还以为是转校生和父母走散了 就在左腾要准备去寻找她的父母时 金毛抓住她的手臂 这让左腾有点意外 本以为会把她迷住 但少年却一点事也没有 这时男主也赶过来 因为学校来了可疑人员 所以需要把她找出来 两人严肃的模样让金毛来了动力 一股气势由内而发 势必要把可疑人员抓出来 但金毛忘记了一点 她好像也是可疑人员 左腾却想到了一个人 刚好可疑人员走了过来 金毛二话不说冲过去就把她撂倒 左腾看到大叔的时候 说出她的名字 明显和大叔认识 但金毛脸色一变 缓缓看向大叔 这下子完蛋了 两人都是亚人科的刑警 进来的时候忘记登记 加上大叔个子比较高 所以被小鸟当作可疑人员 让金毛去登记 接着大叔就和左腾聊了起来 由于一些魅魔不老实 老实会搞出一些活动 让大叔很烦恼 相比之下 左腾真的是魅魔之耻 别的魅魔都在搞瑟瑟的事情 但左腾却一个人 去偏僻的地方居住 而且他只想要纯纯地恋爱 并不想找那些被魅惑住的男人 大叔提到左腾的终身大事 以前左腾都会推脱 但是今天他不仅没有推脱 反而脸红地聊了起来 心仪的对象是男主 一旁的大叔吓了一跳 这让左腾很不开心 准备让他拔枪 大叔只能求饶让左腾放过他 随后提出一个事情 那就是没有男人 会无视左腾的魅惑 除非那个人是激老 大叔说着说着 却发现左腾脸突然红了起来 难道之前男主脸红 是被他给催营吗 左腾很兴奋 并且发出交传 这越说越乱 大叔都看呆了 魅魔被一个男人给魅惑住 那还真的很少见 为一个魅魔 左腾的诱惑力拉满 在学生时期就有人过来调戏他 但左腾的战斗力点满 一下子就把这个黄毛撂倒 加上他无意识散发出来的魅力 导致黄毛变成一个喜爱痛感的变态 想要更加刺激地虐待 这一下子让旁边的小伙伴有点沉默 没想到变态就在身边 想到那个画面 一旁的学女就想笑 左腾捡到一本漫画书 刚好是学女 于是就和旁边的学女聊了起来 别看学女很正经的样子 但是笑点贼低 刚刚的笑话能够让他笑喷 而小鸟就很倒霉了 学习成绩差 而且还有三科挂科 男主来到他的身后 这让小鸟很慌 加上无头骑士这个学霸 小鸟感觉人生无望 幸好他这个学渣也有春天 金子愿意辅导他学习 在学霸的灌溉之下 小鸟这才通过补考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 简单的闲聊 就让无头骑士的金子拿了第一名 学女和小鸟都说只要成绩好 就能得到男主的夸奖 本来金子没太在意 但一听到男主 会夸奖成绩好的学生 于是金子用识 立正名 拿第一名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小鸟彻底失化 学霸的世界看不懂 放学之后 左腾回到偏僻的小屋 拿着玩偶就玩了起来 模拟的对象还是男主 没想到妹模老是挺会玩的 这都能够玩出花样 这时一个电话打来 刑警大叔给左腾拿主意 他知道左腾喜欢男主 于是就提议让左腾赶紧去催婴他 之前左腾不找男友 是因为妹模的体质 但现在有了心上人 为了避免男主被其他女人拐跑 大叔让左腾使用内模的绝招 让男主发情露出老司机的神态 左腾特别的心动 于是第二天就来到男主的办公室 和男主聊起内模的事情 接着就脱掉外套 准备让男主体验一下 妹模的催婴能力 男主脸色一变 他只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你来真的 看着妹模老师脱掉外套 主动发起进攻的妹模之耻 遇到了一块钢板 虽然文明观球视觉很震撼 同时也让男主第一次破防 但这种压枪时刻 男主不敢有任何松懈之心 皱着眉红着脸 不去看妹模老师的球球 但他这样的表情 却让左腾来了兴致 回家之后 立马把这件事告诉给刑警大叔 到时候准备好泳装 还不得把男主这个压枪高手给迷住 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 雪女和小鸟两人都有点受不了 老师跑到男主的房间内吹空调 对此男主很无奈 雪女拿着一些漫画 来到妹模老师的旁边 看着他脸红的模样 加上他口中喃喃自语 雪女确定这个老师 对男主有不轨之心 开口说了 一句顿时就把左腾吓了一跳 等两人交易完成 又一次跑到男主的办公室吹空调 下一节课是体育课 在阳光之下跑步 直接让雪女和小鸟两人透支生命 坐在树旁怀疑人生 接着就去男主的办公室吹空调 本来小鸟还想让男主弄个西瓜来吃 男主直接无视 开玩笑西瓜那么贵 哪里吃得起 暂时离开房间去教室办公室 拿冰淇淋 在男主离开后 小鸟和雪女都好奇 金子为啥要穿背心 金子默默拉开衣服 他也不想 但是西瓜太大 流汗太多 会露出来 明明是同样的年纪 金子就超常发育 小鸟和雪女两人彻底沉默 男主有点搞不懂是啥情况 之后小鸟和左腾他们吃饭的时候 提到他偷亲了男主的脸蛋 这让其余三人很羡慕 特别是左腾他在厕所发出哀嚎 金子也想趁机偷亲男主 但不小心把脑袋给掉下去 男主见状连忙过去接 可金子已经把脑袋接住所以没啥事 男主却大声呵斥金子 不知道这样很危险的吗 让他以后小心一点 语气过于严厉把金子吓哭了 看着他跑走 男主也感到有点麻烦 语气太重了 但影响不大 在小鸟这个乐天派的帮助下 两人互相道歉 重归于好 可由于学校的亚人 将都喜欢和男主待在一起 不与其他人交流 导致教导主任说了男主 这让男主突然有点迷茫 连避暑的事情都暂时搁浅 要知道那可是限量版泳装内幕 男主有点沉默 因为他太宠压人少女的原因 导致他被教导主任丁 上背狠狠说了一顿之后 让男主忽然有点迷茫 自己的溺爱 是不是会让小鸟他失去独立的能力 就在他有些纠结的时候 小鸟和仙女他们录制了一个小视频 发给男主观看 大概的意思就是感谢男主的照顾 平时都会认真处理他们的烦恼 然后魅某老师抓住机会 邀请男主有空去喝一杯 看着他们的感谢视频 男主也好受了一些 果然教导主任就是在放屁 刚好小鸟也跑过来安慰他 他也认为教导主任在放屁 有一个这么照顾他们的老师 既然还有人会说三道四 这不是闲着没事找事吗 于是第二天 男主来到教导主任的面前 刚要开口时 教导主任反而先开口 向男主道歉 这让男主很猛逼 因为教导主任看到亚人 少女们和其他的同学 正常地做朋友 他也知道自己错了 男主突然想说一句玩我了 等到第二天 小鸟来到男主的办公室 和他聊起吸血鬼的事情 结果因为这个吸血鬼太沙雕 导致他不小心就漏了胖子 男主看了一眼就说了出来 这让小鸟一脸羞红 抓住男主的手 想要让他也丢脸一次 男主很无奈 只好陪着小鸟玩耍 装作吸血鬼的样子 然后被拍下来 拍照完成之后 小鸟拜托男主一件事情 周六的时候 他想要借用一下学校的泳池 所以需要男主和校长说一下 男主倒没有拒绝 只是放学的时候 小鸟的妹妹跑到男主的面前 上面有两人的聊天记录 姐姐的胖子被偷看 这让解控的妹妹很严肃 但经过男主的解释之后 妹妹感觉姐姐就是一个沙雕 没救了 佐藤这边在大半夜的时候 和刑警大叔聊了起来 因为在小视频说了一句 要请男主一起去喝一杯 害怕到时候 自己奔放的模样被发现 所以佐藤找大叔商量一下 但大叔只想让他赶紧滚 大半夜的不睡觉有毛病 挂掉电话就去睡回龙觉 佐藤一晚没睡 来到学校刚要主动出击 结果男主邀请他去游泳池玩耍 佐藤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穿着泳装就来到泳池 刚要使用内摩技能 结果男主却准备要离开 佐藤当然不乐意 立即就把衣服拉开 让男主好好看看球球 男主一脸淡定 内摩老师想要主动白给 但是他却失败了 只因男主压枪实在太猛了 原本还以为 看到他的泳装会脸红心跳 但男主直接把欲望给碾碎 反而和佐藤聊起家常 期间佐藤问男主 要是有学生向他表白的话 会接受吗 男主思考了一下就表示不行 佐藤顿时有点高兴 他不是学生也不是豆芽菜 而且同样是老师 带着这样的心情问了一下男主 如果是他的话有没有机会 男主有点疑惑 完全不知道内蒙老师表达的真正意思 这让佐藤感到挫败 钢铁太硬了 完全就聊不动 随后男主就和旁边的金子聊了起来 一边聊天 一边在下面和小鸟他们一起玩球 金子操控身体 好像在打游戏一样 完全可以一心二涌 这是小鸟靠近 输了泳池水下的美景 这是金子没有见过的场面 于是他很好 其一 男主直接打了一个电话 给金子的父母 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 才愿意带金子的头颅 下去潜水 只见男主脱掉衣服 露出他的肌肉 金子和佐藤顿时就看呆了 内膜反而被肌肉难诱惑 简直不要太丢人 等时间来到傍晚 小鸟准备回家 男主看到他时 发现他皮肤全都被晒红 但休息一天之后 小鸟就恢复了 次日来到学校 小鸟的心情美美大 但是看到男主顿时有点不太开心了 因为他迟到 本来想要忽悠过去 但男主让他过来登记名字 完全不给他机会 等到暑假来临 学生全都放假 学校只有教师在 佐藤遇到男主 顿时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要不要邀请男主去喝一杯 到时候主动摆给 一想到那个画面 佐藤就有点开心 想了想 那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只好放弃 男主也问佐藤有没有时间 佐藤文言立马来了精神 当即说他很有空 于是他来到庙会 本以为要穿和服给男主看 到时候绝对把男主拿下 但庙会的人太多 佐藤根本就没办法出去逛街 更别说聊男主了 就在他有点苦恼的时候 刚好看到有一个小熊玩偶 于是佐藤就过去借用 然后就被一群小屁孩盯上 摆脱他们之后 佐藤来到男主的面前 想要和男主逛街 刑警大叔顿时发现了佐藤的想法 就把空间让出来 等到他离开 佐藤抓住机会 伸手握住男主的手 只是他穿着小熊套装 男主被他拉着 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佐藤猛然想起来这件事 顿时蹲在地上 怀疑人生想要白给 怎么就这么难呢 但最后 佐藤还是穿上了和服 在男主的面前绣了一波 男主这块钢铁 又一次脸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